各位网友,今天是4月25日 星期日,天气非常之好 刚才去驾完单车回来 这个就是我的玻璃屋 阳光晒进来就非常温暖 也要开着风扇,非常之过瘾 非常之暖和 大家看看吧,不过我说过了,和大家聊聊 这个就是那帮猴子玩的电子琴 免得被太阳晒得,它的颜色都掉下了 所以就把它掩住 那个位置在准备一间拍视频给网友 记得最初拍视频,那时候都是坐在那个位置拍的 今天呢,大女的男朋友呢 和男朋友呢,即是她的男朋友呢 就回来吃饭,所以呢,就做了些菜 那,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呢,就是芋头炆鸭 这个呢,就是烧鸭来的 这个呢,就是那个芋头炆鸭的汁 稍后呢,就倒上去 就蒸热的那只鸭,就可以吃得了 那这个餐呢,就是 昨晚送外卖 收工的时候,送外卖 规矩就有个免费餐送给司机吃的 或者是员工吃的 昨晚拿回来都没吃 昨晚天气凍了,所以等着在那儿 不过现在呢,要等下雪柜的了 OK 那,去片给大家看看 今天,我踩单车的情况先 那,今天呢,就是4月25号 那,老鬼呢 就一晨早踩单车 都不是早的了 就,11点钟不够了 那,现在也是 10点不够 那,他踩了一个两天 一个钟头以上 那,现在呢,就来到Nuxford 就是 香港 九龙尖沙子的地方 就叫做 洛斯佛 就是这个地区 就是这个地区 那,这个地区呢 那,这个地区呢 非常之不错的 是富人区来的 也很有历史 传统的 那,有个叫做 market 有些街道呢 政府呢,仍然都是保留住的 就是,全部都是石仔的 一块块 好像,呃 2-3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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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方 那样的格局 那,这个摊科 都是很旧的 我想也有几百年历史 那,老鬼在吃香蕉 又继续 那,大家先拆掉它 不要拆了通知 那,大家先去看前方 那,那边呢 那,那里呢 那,那里呢 就是那个历史的古镇 那,那里呢 那里呢 那,前面呢 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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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里呢 那那里呢 這是Holmes Chappell和Crew 這邊是去Warrington Chester 那邊應該是Chester 這邊應該是Warrington 這一邊是去曼城 這裡有個油站 油站後面是一間很細型的戲院 就是同星期五六天才播放 這間是廣東外賣店 是我朋友開的 這間是賣內裝設計 賣裝飾 家具 都很久歷史了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如果不出來踩攤車就浪費了 這一段是小插曲 先錄下這麼多 還有一件事 有人問路鬼這輛單車 我介紹一下 這就是路鬼的新班車 叫做Mac M-E-K-K 英國廠 但多數都是在大陸製造的 Pog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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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oto 2 炭化鋼 整個車 車身連配件 加起來 10K都沒有 我想是8點幾K 拿給大家看看 一隻手都拿得起 非常輕 其實可以更輕 但老鬼就沽寒 有很多東西 連接 這些東西都還沒換 那些東西都還沒換 如果可以 可以的話 你可以 還可以輕裝 這些東西都可以 怎麼說 減磅 減磅 那這輛車都不錯 原價呢 現在網上買 看Ebay 二手都要接近一千磅 但我買就買得很便宜 所以買了幾百磅 那這輛車不錯 我也很喜歡踩 那波箱就是 這個是十個尺 這個是兩個尺 就是二十個gear 但是二十個gear 你都是用不到的了 都是用十六個 十六個以上 OK 那這次 今天 這一段錄製這麼多 先回家 再錄 拜拜 各位網友 心情非常之靚 今天就是 星期日 知道看天氣報告 預測 非常之好天 所以 11點 左右 就出了去踩單車 現在老鬼 踩單車 可以叫做 挑戰一下自己 頭一段 就是踩速度 後一段 就是踩 這個 Lasher 就是 很輕描淡 踩 欣賞風景 現在 老鬼 不是高速 不是高速 看專業來說 當然不是高速 但普通人來說 算是OK 現在踩到 26-27km 每小時 大約 16-7英里 一個小時 算是OK 比普通人更快 不斷 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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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到 今天就踩到 50分鐘 踩完 然後拍了 剛才那段影片 給大家看 然後 回家 由 Nusford 回到 Wilmsoe 大約是 700米路 踩多 40分鐘 5-40分鐘 就回家 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天氣又好 加上 最近的疫情 一直一直下降 4月 4月12日 就 英國那些 Non-essential shops 那些 不需要聚眾的行業 全部都開了 基本上 除了餐飲業 nightclub 酒吧 賭場 氣園 那些 還未開得完 之後 基本上都開得完 餐館 有些都開的 如果你外面有室外食 例如說 有花園 有前園 吃餐的地方 都可以開 開 應該是有這些地方 例如說 你那間 酒店 酒吧 或者餐館 有室外 坐 室外的堂食 都可以開 老鬼 最主要是做中餐 中餐館 或者泰國餐館 或者亞洲餐館 很多都是室內 所以老鬼的客人都還未開 不過呢 5月17日 就會開 但是呢 這個是有條件的 為什麼呢 因為4月12日 他就逐漸開 到5月17日 就全面開 這一段 空檔 5個星期的空檔 最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4月12日 開 有人中招 到5月17日 才會爆 為什麼呢 因為5個星期 就有一個潛伏期 所以政府要看 這個潛伏期 如果這個潛伏期 是沒有人有爆 出來的 就證明 那個疫情 打針 和那個管理 疫情管理得好 所以他們都可以開 全英國有6千萬人 打針 打了3千多萬 有些小朋友 有些人 都被打 但是最主要那群 好像年紀大了 或者中年 出去找食 經常出去外面 接觸人 那群人 就像我那些 就已經打了 希望情況就OK了 就說好 很可說 我一直都瞭起 那些新疫情 由4月12日開 之後 到現在 ether waktu8月25日 就差不多 兩個星期 每天 uso 也只是2千 有時候跌到1萬 到1萬 一百 那這種啊 是一種很好的印象 一路看下去 希望看到5月17日疫情平均 甚至一直下降 英国应该走出疫情的阴霾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因为我昨天出去看屋 我下一个视频就会说 多谢各位 大家开心心 拜拜